看到标题可能很多心们会说,惯得也太宽了吧,喝水这么简单的事都要收三到四,那就太冤枉了。 在现在这个讲究健康饮食的时代,就算是喝水这种小事,也是顶约不简单,一点点的生活小妙招,小习惯,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好处。 背话不多说,今天这个它,就是很常见的生姜,喝水加点它等于跑了三十分钟,快速变一周就减效,生姜含有纤维素,可以促进肠道蠕动,帮助排便,而且内含的姜纳素,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帮助将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人体,同时还可以抑制神经系统,降低食欲,减脂减肥,大家快来试一试吧。 生姜蜂蜜水,818LS284个零落,配料,姜8克,蜂蜜12克,先开水200克,烹饪不周,以备好食材,老姜,蜂蜜,将老姜洗净,二用热水器烧一壶先开水,三将老姜的皮削掉,由于一个人饮用,所以第一步的老姜我只用了一半。 四的切成姜片,五将姜片放进饮用杯里,六倒入先开水,用杯盖盖盐,待先开水变成温开水,比冷开水烧烫一点即可,七掉入蜂蜜,八搅拌均匀,就可以喝了。 烹饭小贴士,一,有些人群是不适宜使用生姜的,手脚先发热的人属于阴虚体质,是体内精液不足所导致,而生姜性温,会容易耗损精液,加重阴虚的程度。 肝炎病人也是既吃姜的,因为肠吃姜会加重其症状,生姜引起的燥热,对炎症的消除不利。 二,在使用生姜泡水的时候,最好不要去皮,去皮并不能够令身体最大限度的吸收生姜的好处。 生姜去皮之后不能够完整的包挥药效,所以在使用的时候,只要洗干净就可以了。 三,家里的生姜要适量,不需要过多,大家还喜欢用什么泡水喝呢? 喜欢美食节的文章请关注、分享。 你有什么公典和想法,欢迎在下面踊跃留言,和大家一起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